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央视又一新年代剧 陈小李沁主演 两大看点呈亮点 收视率稳了 由璐瑶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 人生之路 于3月20日在CCTV1黄金时段播出 这是一部八九十年代为背景 讲述了生活在陕北高家村的高家林 刘巧珍 高双星等一代农村青年 为了改变命运努力奋发图强 谱写不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时代大剧 人生之路 要紧之处只有几步 多少想要改变自身命运的人 在时间长河里挣扎着 只为了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两大看点呈亮点 首先 该剧全员无滤镜很真实 影片质感 黑黄 粗糙的皮肤让人一秒梦回上个世纪农村 每个人真实的皮肤细节都看得见 力求给观众最真实的体验感 光看造型真的诚意满满 如今没有滤镜的电视剧可真实难得 为了让场景看上去更真实 人生之路戏中所有的场景都是现搭的 力求以真实还原年代 用细节雕琢角角色人生 极其逼真的还原了八九十年代的现成道路场景 拍摄结束后 也给陆瑶家乡留下了丰富的文旅资源 其次令人眼前一亮的演员阵容 新老演员的加盟更是 与剧集的现实气质天然契合 陈小李沁实力当红演员挑大梁 张嘉尼 王天辰 郭小婷 刘薇 林永健 李光夏等众多熟联演员加盟 陈小饰演的是民办教师高嘉离 想要摆脱农村黄土地的青年 他有文化 有理想 有抱负 而命运一次次跟他开玩笑 让他与机会失之交臂 高考意外落榜 考边被挤走名额 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 一步步踏实地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对于剧中人物高嘉玲的选角标准 之前导演在采访中脱口而出 就是陈小这样的 身上拥有演员的灵性与悟性 他自己曾说过 回家就关闭工作的开关 而自己最爱的夸奖不是对个人角色的称赞 而是别人说自己的戏好看 期待陈小的演绎 李沁饰演美丽勇敢坚韧 还会开拖拉机的刘巧珍 是位思想与时并进的农村女孩 虽然没有上过学 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 她有一颗金字般平凡又可贵的心 外表柔弱内心却坚强 敢于打破愚昧落后的旧传统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所爱 期待美丽的姑娘刘巧珍 还有张嘉尼 王天辰 刘一帖 郭晓婷 都是高颜值演员 刘薇 林永健 李光夏等老戏骨 这演员阵容让人更心动了 你们期待这部剧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